一人大S的前夫汪小飞 前几天才因为被告泄露各资 参笑出庭 恐怕没想到现在又有新战场了 大S今天下午突然在脸书发文 指控汪小飞婚内出轨之外 还证实几年前狗仔爆料 汪小飞喝多了动手推倒小S 大着肚子阻止同样被推倒在地 甚至拿书砸他 大S才爆料收到了汪小飞婚内 跟各个不同女性不堪入目的照片 深受打击 才知道为什么对方总急着两地飞 而张兰劝他别离婚 还保证绝无此事 大S坦诚离婚后确实因为泄愤 刷了几次汪小飞的信用卡 但是是汪签字允许的 但大S说因为借汪小飞 付出在汪小飞身上的多更多 更语出惊人的说 十年婚姻两死一重伤 强调今后不再回应种种抹黑 全权交给法律跟司法 也在文中最后写下 从这一秒起 你是净花水月 而我只走花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